花莲市公所24号在静丰生活园区举办了110年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35位由各里以及部落所推荐的模范父亲 接受了市长魏嘉贤和各界的表扬肯定 花莲市110年模范父亲表扬大会受疫情的影响 没有办法在饭店里头举行 不过公所团队依然发挥创意 让模范爸爸们戴上可爱的胡子口罩 趣味又能够贴近现实生活 也让模范父亲表扬大会主题传统得以延续 那今年模范父亲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稍稍延后 但是我们相信所有模范父亲 都会配合相关防疫的政策策略的部分 那也特别谢谢疫情指挥中心 有相关的开放的一个部分 在户外这边来做一个表扬 那因为花莲市的模范父亲人数众多 然后来的家属也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用分流的方式来做相关的表扬的部分 那虽然是简单但是我们绝对是心意满满 也是很隆重的来祝福我们这些模范父亲 那未来花莲市公司也会持续的来感谢 不论是父母亲或是劳工朋友 在于社会上对于社会的贡献跟稳定社会安定的力量 那再次代表花莲市民谢谢我们这些默默付出的伟大父母亲 还有我们在社会付出的每一个阶层的好朋友 遵守防疫规定 今年度的模范父亲表扬大会是采分第一次方式来颁奖 上午10点到11点是名字里的爸爸们 11点到12点是主字里的爸爸们 而下午2点到4点则是国字里和部落的爸爸们接受表扬 遵照室外集会不超过百人而且全程佩戴口罩的规定 而这次活动也取消大合照 只有保留模范父亲和市长和家人及当地里长来何以留念 市长申请在每个家庭里头父亲疼爱孩子都是一样的 而爸爸就像是汪洋中的灯塔照亮孩子们的方向 更以被绑撑起家庭的天空是孩子们的依靠港湾 而市长也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 更呼吁为人子女者要及时洗脚 借理会欢迎时报道